我们准备来看这个独立性检定 请准备打开这个独立性检定的这个档案 独立性检定的这个模型看起来比较长一点 所以我先打开来让你们先看一下 它也有两个方案 同样也是第二个方案才能够运算真正的独立 就是说类别资料的独立性检定 OK 好 那这个独立性检定 它同样我这里也是先把原始的资料 先根据它的两个变相 一个是两个种族的受册者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受册者的选择偏好 然后呢根据这两个变相做了一个次数的总计 那总计表就是在这里 那这个同样你也可以自己把把那个你也可以自己从原始资料 自己去用描用这个用描述统计去做出来 好那放到这个通用线性模型 我是放的是这一个 第一个跟刚刚上一个适合度简定的例子一样 其实你们可以看到 因为它是这个例子下 它是相当于说 等一下这里刚好有一个地方 它是相当于说有两个独变相 它等于有点像是有交互作用的独立样的两因子变异数分析 除了它那个一变相是一个取log的conf之外 它的这个model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要用要用那个比较完整的 那你就得要用下面这两个 Full Model跟New Model 并且你们看它因为主要是Choice 选择这个有三个数值嘛 对不对 有三个类有三个类有三个类别 所以下面这个你们看到什么 Choice Puffy跟Choice Flower 就是说我还要设定两个虚拟变相 才能够代表这一个独变相 然后这里也可以给你们看到一个设定虚拟变相的原则 虚拟变相是看你的 你的这个独变相里面有几个数值 就设定 如果假设是有那个 我就讲说有那个k个数值好了 那虚拟变相就要有k减1个 原则是这样子 那每一个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每一个虚拟 独变相的虚拟变相 就是说除了你现在指定的数值是1之外 其他都是0 然后组合出来 这里会这么看起来这么复杂的原因是 因为还有交互作用 两个独变相的交互作用 所以虚拟变数也要加上交互作用 OK 不过我这边 这边只能看到的是第一个 就是这一个独变 就是这个没有 完全没有虚拟变相 这个版本的计算结果 然后你们会看到 它这个跑出来真的 likelihood ratio test 如果没有这个标题 你会觉得它好像 有点像那个 它很像那个 anova变异数分析的那个爆表 但是它这里面还是一样 就是说 是说是这一个变相的 跟另外一个变相 跟这个model 你们基本上你们可以看 就是说 它这里面它之所以会有这三列 就是choice spaces 跟两个交互作用 它是拿这一个model 跟另外一个缺少 这一个独变相 或缺少这个交互作用的model 做自然比的简历 我就拿交互作用这个来说 交互作用它是跟另外一个 没有这个交互作用的自然比 做比较 跟这个model做比较 所以它这边 我这边就是说 这个是交互作用的 它的同样 它也是那个 likelihood 就是这个是有交互作用 你们如果要 我这也是简单写 如果要 只要 你想要让自己能够记得比较 你可以在这边就写 这是有交互作用的model 然后跟没有交互作用的model 的自然比 然后请注意哦 这个是只有 在这上面报表的第三个 那另外两个 这个choice就是要 要用这个model1 跟没有choice的model做比较 然后spaces是跟 没有这个spaces model做比较 所以它这个三个四然值 三个四然比的这个model的 就是分母的组成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说这个 如果说你要列那个 统计假设的话 其实是要列出三段 如果要详细列 是要列出三段 好那现在有一个 有意思的问题 如果我要跟真正的 两个变相的独立性 的卡方独立性减定 做一个比对的话 我是要用这三个的哪一个 你们觉得应该要用这三个的哪一个 就跟独立性减定 做比对的话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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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为什么是第三个 因为只有这个才是看 因为今天 我其实也可以从这个frequencies 这边望为生意 在GEMOVI里面 它的这个 它这个独立性减定的 这个功能 叫做关联性 它又有一个名称 叫做关联性减定 也就是说 你要做关联性减定的资料 一定是要看两个 有两个独变相之间 有没有关联性 那关联性其实 就是交互作用的另外一个名称 你没有 你如果说你今天 你对这个资料 你对交互它的关联性 或交互没有什么期待的话 你这个 你其实并不需要做这个 做这个检定 或者说 你做这个检定 是为了要证明 他们彼此之间是没有什么关联的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 它下面这个 就是使用 使用这个列连表的这个 第一个 Test of Association 去做出来的 在一般统计书也都是 所以你们这边你们可以先 我们也可以先 预先看见的最后一个 那个麦内玛简历 它也是列连表的一种 它也是它的延伸 好 好